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文就叫National Interest is more powerful than ideology 我们看美国 还有中国 中美国是一个靠战争起家的国家 希望能够在世界危机来临的时候需要一场战争 最好是在别的地方打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欧洲打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亚洲欧亚大陆打 包括太平洋 叫太平洋战争 还有欧洲战场打 如果在别的地方打 美国参战远比自己流血 用别人的献血来做自己的电脚石更容易一些 所以他总是希望 期待着别人来发生战争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有三个苗头 第一个 新冠病毒来了之后 特朗普是一个很精英的商人 一个政客 那么他提到第一个呢 第一种态度幸灾乐祸 因为之前就发生了一个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通过贸易 谈判多占一点便宜 多占一点中国大陆的便宜 然后使美国的经济能够得到复苏 减少美国的债务 这个特朗普期间的债务 这个动机一开始是简单的 通过这个谈判来讲 第一轮也好 中国有取得了一些让步 在最终的结果呢 后来这个贸易战谈判呢 谈判我们都知道 总是希望有个双赢的结果 可是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谈判呢 需要的几个原则呢 第一个 互利双赢 利益坚固双方利益的原则 在这个谈着谈着 美国就采取了硬式谈判 什么叫硬式谈判呢 就是霸道的 就是吃一个霸王餐了 就希望呢 以这个 美国这种为强势压力 中国是一个脆弱的 软弱的 脆弱的政权 所以呢 他希望呢 从这个 从这个中美 中美贸易谈判当中啊 取得关税啊 还有这个贸易 贸易上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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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的便宜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如果当你的一方啊 这个 利益超出了自己本身 应得这个范围的应该一个范围之外呢 它就会出现不平衡 就谈崩了 所以呢 很多次呢 这个 特朗普和中美贸易谈判当中啊 都出现了极限 就叫临界 这个 甩锅 到最后 就临界崩盘 谈了半年 白谈了 谈了半年 大这些都不作废了 能源啊 大豆啊 农产品啊 还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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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 高科技啊 后来就出现了美国这种霸凌 就是以举国之力 就像学习中国这个举国之力 举国体制来封锁华为 但是 适得其反啊 这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没有得到什么多大的便宜 于是乎 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 出现了新冠病毒 叫CLDIO-19 啊 这个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啊 是从中国啊 武汉最先爆发 当然也不一定都是在武汉这个起源 因为最先发现 这个流行性啊 还有人穿人这个现象 然后就爆了 爆进了世卫组织 这种情况下 中国也很很很错乱 很纠结 到底这是什么原因呢 然后就采取了 各个国家呢 都采取了不同的隔离 就出现了封城 美国这个时候就非常高兴 作为美国政府呢 就采取了 这正是美国企业撤离中国 回到美国这个产业回归 这么一个契机 就于是乎就出现了很多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幸灾落后的这个 这个 风凉化的这个言论 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 中国已经封城了 各个国家呢 就得 这个物质也紧张了 这个时候 来得很快 中国就各个城市都效仿武汉封城这个情况 高度紧张进入了一种战争的状态 临战状态 这种状态就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应对 紧急突发情况的应变能力 中国任命了李克强为抗疫抗病毒指挥中心的总司令 中国采取一些办法 我就不在这里仔细描述这个过程 我主要是谈中美关系 还有两岸在新冠病毒的反应 台湾一开始也是幸灾乐祸 封锁了 所有的台湾的台生也好 与武汉的联系 跟美国一样把台商回流 还有幸灾乐祸 江河运人是自己发展自己的一种转机 有这种心态 台湾更有一种 陈时中就派了一些情报人员 医疗情报也好 政治情报也好 社群情报也好 就跑到武汉来调查中国是怎么采取这个态度 中国采取态度呢 一般来讲还是比较公开的 比较透明的 但是也是比较紧张的 也是一开始是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就经历了很多中国大陆 温泉地震 包括常见洪灾 出现了很多这样的 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大灾大难 大风大浪 这个时候都要用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在中国来讲就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或者党中央的集中管理 控制 这种情况下 越是这种大的灾情 大灾大难 越能够体现举国体制的这种 也叫社会主义体制的这种优越性 我们现在从一月份走来 特别是跟美国联邦制一对照 各自为战 各自为战 各自采造 比较起来了 这两种制度的比较 两种模式 没有哪一种模式是绝对的好 你说各自为战好呢 还是集中统一大平端调动好呢 一般来说 我们从企业经济规律来说 一个垄断就可以产生比较高的效率 在市场上来讲 但是分散叫分工又能使问题简单化 这就是市场经济 总经济规律来说 要分工 美国就采取分工 大家各自为战 中国大陆就集中 集中有集中的好处 分散有分散的好处 我不认为是哪个就是绝对的好处 因为最终的结果呢 大家都是各自在家里的 回归了家庭 在美国也是这样的 我在家里 我已经三个月了 都在家里闭门倒车 连出去买菜都是我女儿给我送过来的 所以我避免了这场灾难 很多人不愿意这种宅家的 居家的 限制自由 它要自由 要自由呢 在这种灾情下呢 就会引起疫情的传播爆发 所以美国到现在为止十一万 已经十一万人感染的 死亡了 还不要说感染的人群 所以我们呢 中国人比较胆小 在这种你国家 你怎么命令 你怎么做的决定 对 我就遵纪手法 其实遵纪手法没有什么坏处 对自己还是 我觉得还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们不去做这种 改变这种大的知识 因为我们的力量 个人的力量是微薄 微弱的 在这种抗击疫情 这种战争 战斗 看出来 各个国家都是把自己的 国家的利益 看成是第一位 最高的利益是国家利益 也就是我本地的民族利益 从全球化走向了各个国家各自为战 这是一种 在疫情当中 表现出的一种特征 我们是 叫十四五的为禁止 我们就在把这场疫情 表示成 化整为零 化零为省 在战略上来讲 中国的模式 就叫做举国模式 集中模式 限制了人员的流动 以局部的牺牲 封锁 保护大家的整体的安全 而美国的方式 各自为战 纽约战场 纽约就相当于武汉 疫情传播的最严重 然后各个地区 救世人士 哪个地方 来的 就由哪个州的领导带头 解决各个州的问题 包括医疗物资 口罩 呼吸机 还有人员的隔离 我们这个楼 我们这个地区就采取的 由蒙克莫尔郡 由我们的郡 郡里面 发出的通知和通令 所以我们居家到处都是这样 出门就要戴口罩 买菜 大家都避免了过多的交叉感染的机会 所以 我们今天就来讲了 这是一种双赢 国家赢了 别人赢了 你也赢了 因为别人不传染给你 你也不传染 你要有病 你也不传染给别人 这就叫做一种双赢的一个局面 平等 也平等 我们现在就谈这种求徒博弈 就像两个被拘定起来的一个人 小到个人家庭 邻居 大到国家 美国和中国 以及世界各国家都是这样的 中国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就是说 一个武汉爆发的问题 全国各个地方都组织人员 持援武汉 组织一招队 这样的集中兵力打前面战 这在中国 我们看的是里见不鲜 就是文泉大地震的时候 全国支援 这种陆海空 以军队为处击队 然后全国的力量的动员起来 这种临战的状态 中国来讲 这个模式是有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 很有效 当然 美国这种情况 你想美国各个州来支援纽约 这个也办不到 美国因为没有这种机制 没有这种管理的模式 没有形成过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们说 这个是个临时的合作的管控机制 临时的高度控制的管控的一个合作机制 我觉得这种机制来讲 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大家去比较 我觉得各有优点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觉得中美博弈当中 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叫利益兼顾中美双方的利益原则 我们就在这个 现在呢 已经进入了疫情的相对持久战 进入了持久战的状态 因为疫苗呢 就是控制的疫苗还没有发生 还没有发展出来 甚至呢 北京也出现了一点点皮肤的反弹 这说明呢 这个战斗呢 正未有情期 没有情期 还在有 美国呢 现在还在有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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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 这个这个案例 啊 出现 所以呢 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 这个战没没结束 我们不能够说 现在这个战争啊 战争有个阶段 啊 叫宣战 然后这个 这个 僵持阶段 然后呢 再一个呢 就是 再一个阶段呢 就是 结束啊 谈判阶段 就对此那个谈判阶段 我们现在呢 在处在 持久战的谈判阶段 中美呢 互相谈判的阶段 同时呢 啊 我们还没有接触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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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 现在呢 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呢 现在到呢 出现了什么呢 经济危机 衰退 经济衰退 这个和那个二战之前那个 经济大衰退啊 很相似 和一战的这个爆发之前的 经济大萧条啊 也是非常相似 这 世界出现的经济危机 这种经济规律来讲,走到了这一步,现在中国和美国,这是两个主要的领头羊,国民经济都出现了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说,经济危机出现,经济决定了政府,也决定了国家关系,大家都希望。 台湾,你看,它在这个当中扮演了一个漂亮小丑的作励,管中也好,台湾是新冠病毒也好,还有香港港独闹事也好,还有选举也好,抗中也好,或者中美贸易战也好,台湾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这就使我想到了,越战当中,韩战还有韩战和越战当中,这两场战争,台湾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第一个,韩战,因为韩战的时候,1950年的时候,解放军的解放台湾计划搁浅了。 原来由苏议员来准备解放台湾这种战斗,转向了抗美援朝战斗,投入这个场战争,全国就把这个重心转移到韩战,就叫抗美援朝战争这场战争去了。 而这场抗美援朝战争的受益者是台湾,台湾是保住了它的安全,台湾就是国家统一的安全。 第二个,因为美国需要韩战,需要台湾的支持,又以台湾为基地给美国提供了一些援助。 日本和台湾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发了战争惨。 美国也发了战争惨,是因为什么呢? 它这场战争当中,新的武器就是没有用原子弹,其他的都用了。 但是经过这个比较之后,中国志愿军和陆军的力量确实是非常强大,战斗力非常顽强,不怕死。 所以中国人这种排山刀海,人海战术使得美国这种,就像日本,原来在太平洋战争当中,日本各个岛屿的左岛战斗,也使不怕死的精神,敢死队的精神,也使美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所以美国最后就使用原子弹。 在美国在韩战的时候,就准备使用原子弹的时候,蒋介石说出了一个大爪,不要。 蒋介石就直指使用原子弹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蒋介石呢,他们有功劳,也有很多的独裁,专制独裁的地方。 但是台湾呢,有个最大的误区,误判。 什么误判呢? 我们在两岸关系当中呢,台湾对美国的一个误判。 台湾认为现在呢,美国呢,把台湾呢,就是很重视了。 因为确实从2019年贸易战以来呢,通过了,在原来的台湾关系法的技术上, 特朗普呢,又签订了很多,很多有利于台湾的台湾旅行法。 台湾防卫法,还有国防白皮书,提到了这个,给台湾提供的很多这个,什么武器。 什么F-16啊,还有这个,还有情报。 情报部下,人员培训,包括军机要台。 还,还有包括航母游歌。 这个地方呢,都是美国这个大动作。 这个,胡驾虎为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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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狈为奸。 然后呢,这种呢,在这种情况下,是让台湾来买军火。 蔡英文呢,也愿意干当这个的,就是这个买这个,买这个,买军火了。 这个,呆之外交易后,我通过买军火,来实现我的什么呢? 通过大陆,我赚了钱,我用来买,购买美国的军火。 来抵抗大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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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军,以军,联美,抗中,反中,托中,达到渐进式台独的目的。 拉拢美国 胡驾虎威 这是蔡英文的一种思路 这种思路来讲 原来蒋介石阶段是美国最支持台湾的一个阶段 那个时候是台湾并不民主 台湾那个时候是最不民主 最专制 最独裁的一个台湾 但是也是美台关系最好的阶段 所以说 你说美国是一个民主价值高的国家 不是 但是 美国最近的黑人运动就可以看出来了 美国的种族和民主运动 还有美丽的风景线就出来了 美国并不是以意识形态 民主自由 人权为最高终止的 美国是以国家利益 以美国优先的国家利益为主的 这一点 现在现阶段和美国关系最好的是哪个国家呢 就是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是现在 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 最专制 最独裁的国家之一 它不是民主 这个民主价值并不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个王宠 他的王宠 前世后杀了一个《华盛顿邮报》的一个记者 那么一起码就死了 这要是在中国的话 那不知道炒成什么样了 所以呢 港独们 那些黑衣暴徒们 你们要明白 现在 在美国 我们说是在美国 在美国来讲 民主 自由 平等 公平 这种是一个虚构的 一个是虚的 是可以变动的 你说这个平等吧 华人和希望在美国能够找到平等的位置 其实华人在某种程度上 连黑人和这个 非常好 dear 我告密负责 这一个圣cip 很ika 这一段时间 我 relative